好的 扎宁来了 红翔还没有来 红翔没有来 我们等一下 他也先庆一下课文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讲课吧 这个 上级课老师给大家讲到这里 网络就不好了 我们再重新开始讲一下好吗 不好意思呦大家 夜他有两个意思 看 等一下 第一个是就表示夜晚黑夜 和他相反的词语就是这个 白天 你们那里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呀 嘉玲你们那里是白天还是夜晚呀 现在 那 那红翔来说一下吧 红翔你们那里现在 白天还是夜晚呢 还是白天 还是白天 好的 老师以为又掉了 你们又没有听见 老师这里也还是白天 第一个意思夜 它就是很简单的黑夜 夜空夜景 之前老师讲这些 你们听到了吗 比如说夜景 就是表示夜晚的景色 景就是景色的意思 夜景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去美丽的城市旅游 我们都会在夜晚出门去看这个城市的夜景 对不对 永昕你看过夜景吗 我没看过 好的 以后你们有机会来中国就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夜景 现在很多城市都很漂亮 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夜的第二个意思是用来计算夜晚的 比如看这里一夜 一夜就表示我们现在天还是白天对吧 待会天黑了变成夜晚之后到明天天亮之前这一段时间就是一夜 一夜 当然前面是不是还可以加其他的呀 比如说三夜 四夜 五夜 就表示一个夜晚 三个夜晚 四个夜晚 五个夜晚 就很简单 然后看还有比如说三天三夜 每日每夜 三天三夜和一夜都是一样 表示具体的几个夜晚 但是每日每夜呢 是不是不具体呀 每日每夜 就是每一个白天 每一个夜晚 它主要要强调的意思是 很长的一段时间 老师上一课举了例子 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 比如 永兴非常喜欢读书 每日每夜都在看 这句话的意思 是不是真的永兴就每天的白天和晚上都在看书 都只在看书呢 不是对不对 永兴还要上课 还要和同学玩 但是 我们可以理解到的就是永兴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看书 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看 那每日每夜能够传达出来的就是 永兴很喜欢看书 花了很多时间看书 是这个意思 来看一下例子吧 从嘉玲开始好不好 第一个 很简单 大家读一下都可以 老师 嘉玲没到 哦 嘉玲没到呀 哦 现在是永兴和洪翔在这里 对不对 是的 我和刘洪翔 哦 好吧 那嘉玲是什么情况 老师好像也没有跟我讲 刚刚是嘉玲来了吧 那洪翔和永兴你们先来读吧这个 洪翔先来 第一个句子 这里的摆电和英文 呃 温 温 温度 温度像 差很大 对 温度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洪翔 就是temperature 气温的意思 比如说今天 哦 应该是嘉玲来了 稍等一下 哦 嘉玲来了 好的 那嘉玲也没有玩很多 还赶得上 我们讲的东西 温度就是temperature的意思 很简单 老师今天这里还有一点点冷 气温不是很高 是今天差不多17度 这个就是一个温度 这里的白天和夜晚 温度相差很大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很简单 就是白天和晚上的温度差别很大 相差 知道吗 比如今天老师这里 白天的温度是17度 可能晚上就只有1度 那这两个白天和夜晚之间 就差了16度 对不对 这个就是温度相差很大 红翔 红翔 你们那里白天和夜晚温度相差大吗 那你们那里白天多少度 夜晚多少度 差了多少度呀 呃 白天 白天 三十五 大概 三十度呀 那么高 呃 呃 夜晚 呃 夜晚 三十 呃 白天夜晚都是三十度啊 那希望那么高 好吧 看来 看来相差确实不大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吧 永兴你来 春天不冷也不热 很舒服 也 呃 也有 呃 也有 呃 什么了 江南 江南 江你知道吗 永兴 江是什么呀 呃 我忘记了 河 知道吧 江就是大的河 River 这个就是河 江就是大的河 那南呢 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他知道 嗯 南是南方对不对 江南在中国是一个地名 之前老师给大家 大家看过一张图 这是中国对不对 这是中国 这一片 看老师画的这里 就是江南 这些地方 在中国这个江南是非常美丽 很出名的地方 然后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看这个句子 夜游 江南 夜刚刚讲了 这个夜 夜游应该是第一个的意思 游 大家知道吧 他首先可以是 游泳 知道吗 swim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游满 或者旅游 就是这个游 夜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晚上出去游览 晚上游览江南 那适合呢 刚刚永兴没有读对 就是适合 适合 你读成舒服了 对不对 适合 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 刚刚洪翔 是不是说 你们那里白天 有30多度呀 就比如35度吧 很热 对不对 那这个天气 我们去海边玩 会不会很热呀 就不舒服 对不对 那如果是 25度呢 我们去海边玩 就会 很舒服 玩得很开心 不热 也不冷 对不对 那么这个温度 就是适合 去海边玩的温度 跟这句话的意思一样 春天 因为不冷 也不热 温度刚刚好 比如老师这里的春天 温度基本上就在 25度左右 所以这个气温 就很适合 夜游江南 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 嘉玲 你来吧 明月和星星 构成了一个美丽的夜空 这句话就是字面意思 很简单 就像这个图片一样 这是一个明月 天上有很多的星星 它们构成的就是一个美丽的夜空 老师圈的这里就是一个夜空 这一整幅图加上下面的花 它们就应该叫什么 叫夜景 然后我们第二段学完了 现在就来开始讲一下第二段的课文 好不好 讲完了 讲完了我们再听一下 看这些黑的字 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学过的新词语 刚刚讲完夜 从第一句开始吧 去年在我和妻子的努力下 我们终于用打工挣的钱 在县里买了一套新房 去年就是今年的前一年的意思 怎么办 我和妻子的努力下 努力知道吗 大家 hard work就是 就是非常努力的工作 工作非常的认真 我们终于用打工挣的钱 打工还记得吗 就是离开家乡 去其他的地方工作 我们去努力的工作 那我们工作的地方就有 bose就有老板会给我们工资 这个工资就是什么呢 我们挣的钱 挣还记得吗 有两个读音哦 一个是挣挣扎对不对 如果你被绳子捆住了 你就要挣扎 还有一个就是挣 挣钱 挣工资 终于 就是finally的意思 最后 终于 在县里买了一套新房 县县城还记得吗 县城 在中国 首先有省 对不对 省下面 有市 市下面就是县 县城 是小城市的意思 小城 买了一套新房 套 还记得吗 可以说一套房子 一套衣服 在这里前面是数字 一 一套 那套就是表示 量子的意思 对不对 第一句话就是 我和妻子 努力的工作 我们挣来的钱 在县里面买了一套新房 新房装修完 装修还记得吗 我们买了新房子 不能直接进去住 要先装修 decorate 装修之后 才可以进去住 进去睡觉 生活 父母第一次走进新房时 高兴得不得了 第一次 first time 走进新房的时候 高兴得不得了 这个词语还记不记得 高兴得不得了 还可以怎么说呀 老师看你们还记不记得哟 嗯 洪翔 你还记得吗 高兴得不得了 还能怎么说 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这句话 非常高兴 嗯 很好 就是这个意思 不得了 这里就是表示程度很深的意思 对不对 不得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意思 结果很严重 之前老师给大家举的例子是 小朋友如果玩火被烧了 可就不得了了 这里的不得了 就是程度很深的意思 那么第二句话 新房装修完 父母第一次走进新房时 高兴得不得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父母第一次住我们的新房 非常的高兴 很高兴 接下来看第三句 妻子提出留一串钥匙给父母 可他们拒绝了 提出 提出建议 提出意见 那么这里 妻子提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留一串钥匙给父母 这里就出来了 我们这一篇课文的题目就叫 流串钥匙给父母 对不对 钥匙 大家知道吗 就这个东西 Kiss 流一串钥匙给父母 是哪里的钥匙啊 这里是新房的钥匙 对不对 因为他们刚在县里面买了一套新房 所以妻子就建议我们 留一串新房的钥匙 给父母 可是他们拒绝了 父母 这里的他们 指的是父母 因为妻子要把钥匙留给父母 他们拒绝了 拒绝 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refuse 就是 然后那天 那天 父亲喝醉了 那一天指的是哪一天呀 大家想一想 那天 应该指的是 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哦 父母第一次走进新房时 那一天应该是父母第一次走进新房的一天 那天 那天父亲喝醉了 喝醉 喝了很多酒 喝醉的 等他醒时 天色已晚 天色已晚 就是天黑了 到了 到了晚上 比较晚的时间了 已经 天色已晚 他要表示的是 时间很晚了 时间很晚了 天色 大家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很简单 比如我们现在这里 刚刚红翔也说了 你们那里还是白天 对不对 老师这里也还是白天 但是 是不是过一会儿 就要到晚上了 那么现在这个天色就叫 天色还早 如果现在是晚上的11点30分 外面肯定就都是夜晚 天已经黑下来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也可以叫天色已晚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继续 那天父亲喝醉了 等他醒时 天色已晚 我和妻子 强烈留父母 在心房住一夜 强烈 还记得吗 也是表示 程度很深的意思 和不得了 刚刚不得了 也说的是表示 程度很深 我们强烈留父母 在心房住一夜 意思就是 我和妻子 非常希望父母 在心房住一夜 住一夜 一夜刚刚才讲了哟 就是住一晚上 第二天再回 再回 回知道吗 就是回家 但是这里没有冰雨 大家看到没有 回后面没有东西了 第二天再回 这里省略的是什么东西 回后面省略了一个老屋 对不对 因为第一段跟我们讲了父母 对老屋的感情非常深 他们来心房 肯定是从老屋来的 但他们仍坚持坐上了最后一趟 回老家的车 看到没有 老家在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 仍然坚持 这个词语大家能理解吗 人 坚持坐上了最后一趟 回老家的车 坚持就表明父母 刚开始就表明了 他们要回老家 对不对 他们说了自己要回老家之后 我和妻子 才强烈留他们住一夜 那么我们留的结果 就是父母拒绝了 他们留在这里住一夜 父母也是拒绝了 仍然要坚持坐回老家的车 坚持的意义就在于这里 表明他们要说明 他们要回老家之前已经 对 他们回老家之前已经表明过 他们要回去 所以我和妻子提出 让他们在心房住一夜的时候 他们才会仍然坚持要回老家 第二段也挺简单的 因为我们把生词讲完了 现在我们来听一下第二段的录音 去年 在我和妻子的努力下 我们终于用打工证的钱 在县里买了一套新房 新房装修完 父母第一次走进新房时 高兴得不得了 妻子提出 刘一川钥匙给父母 可他们拒绝了 那天 父亲喝醉了 等他醒时 天色已晚 我和妻子强烈留父母 在新房住一夜 第二天再回 但他们仍坚持 坐上了最后一趟 回老家的车 一段时间后 我们课文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想不想听一遍 完整的课文呀 还是我们先讲完 后面的每一段讲完了 下节课再给大家听 就是课文的录音 大家想听一遍 完整的全篇课文的吗 那我们就先不听吧 回来了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 课堂的小练习 做一个听力的练习 因为这个听力 老师不知道 大家自己 自己做起来会不会难 所以我们第一次做 就先在课堂上面一起做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有六个题 这一二三四五六 先一个题一个题的 我们来读一下这些句子 看看有没有 大家不懂或者不理解的 不过有我们讲完了 再开始听好不好 我们现在从第一个题开始 先来读一下题 干 加铃你来读第一题的好不好 ABC第四个 第一个吗 嗯 一提到四个选项 嗯 家里不会带帐 嗯 一年没回家了 今天别收拾了 嗯 今天到不了家 嗯 很好 这里面有没有 你不懂的句子呀 加铃 呃 C C 嗯 很好 今天别收拾了 是不是不懂收拾 是什么意思 整理知道吗 知道 就是一样的意思 整理 比如 老师的房间非常非常的乱 那老师就需要收拾房间 收拾房间 他后面要加名词 收拾房间 或者说收拾屋子 我们之前讲过屋子 对不对 和他是一个意思 一间屋子 收拾房间 收拾屋子 收拾书桌 他的意思都和整理一样 也可以说整理房间 整理屋子 整理书桌 就是这个意思 别 别就是否定词的 否定词 别收拾了 就是不要收拾 不要整理 就这个意思 很简单 洪翔和永兴 同学们都是 没有轮到你读的时候 你如果也不懂的 你也直接打开麦克风 问老师好吗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规矩 在上课的时候 第二个 第二个题 洪翔来读吧 这四个 这几个句子很简单吧 有没有不懂的 洪翔 没有 好的 嘉宁和永兴也没有吧 没有 我们就来看第三个 永兴来 身体非常好 皱乳不方便 不清晨锻炼 应该多皱乳 很好 你们不懂就自己说 老师就不一个一个的问了 好不好 第四个又轮到嘉宁了 牛肉味道很香 而且出差回来 丈夫出差回来 他最爱吃牛肉 对很好 嘉宁 这个读牛肉哟 四声就是 你读的是几声 牛肉 你读的是二声 他应该是四声 牛肉 还有这个词语 味道 taste 是味道 也是四声 味道 你读的是什么 味道 你读的是 听起来太可爱了 第五个 洪翔 不想换工作 很想换工作 工作很开心 快要退休了 很好 来第六个 你先 小李已经知道了 小李应该告诉他 小李已经告诉他了 他先也不会告诉 好的 那读完了 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听 大家现在身边 拿一支笔和一张纸出来 老师这里没有给大家写答案 大家在这上面听一个题 自己就把答案写下来 待会讲的时候 再看自己做对没有 好吗 现在去拿一支笔和纸过来 你们身边有吗 好的 嘉玲你拿过来了吗 徐梅老师 你的笔和纸拿过来了吗 你有没有笔和纸 老师的意思是 大家自己拿一支笔 再来一张纸 来写答案 月月老师待会要放录音 大家选 这里面的一个句子 和录音里面的意思 是一样的 大家要把答案自己写下来 懂了吗 不然你们可能记不住答案 有六个题 红翔 永心 嘉玲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就放录音了 我准备好 我准备好 好 还有一个没有准备好 看来 是红翔没准备好 还是永心啊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听吧 第一部分 开始了哟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你 都半年没回来了 家里肯定脏死了 今天太晚了 到家以后先休息吧 明天再收拾 难的是什么意思 他提问了哟 他提问了哟 刚刚那句话 是在提问 最后一句话是提问的 大家记住 最后一句是在提问 二 第二个了 姑姑 我来帮您拿行李吧 乖孩子 你这么小 哪用得着你啊 姑姑自己能行 女的是什么意思 三 老爷 您腿脚不好 慢点走 没事 我天天锻炼 身体好着呢 女的觉得老爷怎么样 四 妈 您做什么好吃的呢 这么香 你爸今天出差回来 给他炖个牛肉 你不是也最爱吃牛肉吗 女的为什么要做牛肉 五 既然你在这儿干得不顺心 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呢 我都在这个厂里 待了大半辈子了 除了这儿 不知道还能去哪儿 男的是什么意思 六 这件事 是小李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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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告诉我的 你可别说出去 放心吧 我就当不知道 连小李都不说 女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再听一次 好不好 再听一次 第一题 开始咯 第二遍 都半年没回来了 家里肯定脏死了 今天太晚了 到家以后先休息吧 明天再收拾 难的是什么意思 二 姑姑 我来帮您拿行李吧 乖孩子 你这么小 哪用得着你呀 姑姑自己能行 女的是什么意思 三 老爷 您腿脚不好 慢点走 没事 我天天锻炼 身体好着呢 女的觉得老爷怎么样 四 妈 您做什么好吃的呢 这么香 你爸今天出差回来 给他炖个牛肉 你不是也最爱吃牛肉吗 女的为什么要做牛肉 五 既然你在这儿干得不顺心 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呢 我都在这个厂里 待了大半辈子了 除了这儿 不知道还能去哪儿 男的是什么意思 六 这件事是小李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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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告诉我的 你可别说出去 放心吧 我就当不知道 连小李都不说 女的是什么意思 好 结束了 大家觉得难吗 这个听力题 听不听都懂 他们在说什么呀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做的答案好不好 大家一个人说两个题怎么样 这里三列 嘉宁你的一题和二题选的是什么呀 第一个 男的是什么意思 是A还是B还是C还是D呢 其实我不知道 没有听懂嘛 没有听懂是不是 嘉宁 对 好 那永新和洪翔 你们选了吗 这个 选了 你选了什么呀 我觉得是C C对不对 很好 那第二个选了什么呀 女的是什么意思 D D 这个D对不对 是 对 很好 是永新 对吧 是永新 好 那三和四 就洪翔来吧 五和六加零再说好不好 刚刚第一个 家里面有说出来 我们就换了一下 第三 选的是 这个吗 洪翔 D 选的是D 选的是D对不对 对 嗯 好好 那这个呢 C 选的是C 好 好的 那五和六 我加零 加零五 你选出来了吗 我选了 A 选的A 选的A 好的 那第六个呢 女的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 第五个是B 第五个是B 对不对 对 好的 然后 第六个是C C 好的 我是问一下大家 这个选的答案 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和错都没有关系 主要是大家刚刚听到他们的对话 大部分的是听懂了的吗 他们的意思 加零 你 你基本上能听懂他们说的话吗 我听懂 嗯 好 那就好 大家应该都差不多 红翔和永新老师 相信你们也基本上能听懂 那 答案我们先不管 大家肯定 都听出来了 我们现在就来 看着 课文 看着他们说的话 再来听 听一次好不好 这个就是刚刚他们说的话 来看 第一个题 女的说的 都半年没回来了 家里肯定脏死了 男的说 今天太晚了 到家以后 先休息吧 先休息 明天再收拾 老师现在 说的时候 大家就想一想 刚刚你们在听的时候 有哪一些句子 或者哪些词语 你们没有听清楚 或者没有听懂 现在就看着 这个课文 把它记下来 理解了之后 我们待会再听一遍 大家就能知道答案了 好吗 这就是第一个题 男的说到家以后 先休息吧 明天再收拾 那这句话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今天就不收拾了 对不对 看这里说的 今天别收拾了 就是C 等于永兴说的是 说的就是CR 是对的 明天再收拾 就是今天别收拾了 第二题 放大一点给大家 男孩 男孩说 姑姑 我来帮您拿行李吧 行李 大家是知道的吧 就是自己的 baggage 东西 那些东西 女的说 乖孩子 你这么小 哪用得着你啊 姑姑自己能行 看这句话 姑姑自己能行 那女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问题 女的是什么意思呀 A行李太重了 B 她没带行李 没带 就是她没有行李的意思 对不对 C 她有人帮忙 D 她自己拿得到 那这句话 看 姑姑自己能行 这是女的说的 她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D呀 有些人说的 也是对的 非常好 来看第三个 老爷 您腿脚不好 慢点走 腿脚不好 是什么意思啊 腿 leg 脚 foot feet 腿脚不好 不好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肯定意思就是 他的老爷 腿或者脚 不方便 有一些病 对不对 所以要让他 慢点走 然后 这个男的 就是脑爷 脑爷说什么 没事 我天天锻炼 身体 好着呢 脑爷说自己天天锻炼 身体好 对不对 那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女的 觉得脑爷 怎么样 觉得 think 我们就这样想 女的是怎么说的 脑爷 您腿脚不好 这就是女的的想法哦 您腿脚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第三题 A 身体非常好 是这个意思吗 腿脚不好 和身体非常好 意思不一样 对不对 来看B 走路 不方便 他刚刚提到 走路了吗 让他 慢点走 对不对 先来看C 不经常锻炼 他是这么说的吗 腿脚不好 慢点走 没有提到锻炼 对不对 而且老爷说了 我天天锻炼 那么D呢 应该 多走路 也没有说 对不对 说的是慢点走 那么这个题 应该选什么呢 B 走路不方便 为什么不方便呀 因为他 腿脚不好 腿脚不好 那我们走路用的 就是腿和脚 对不对 腿脚不好 说明他走路 肯定不方便 这个题 三题就应该选B 走路不方便 来看第四个 男孩说的 妈您做什么好吃的呢 这么香 女的说的 你爸今天出差 出差回来 给他炖个牛肉 你不是也最爱吃牛肉吗 男孩说的是妈 那这个女的就是妈 对不对 那你爸 那你爸肯定就是男孩的爸爸 对不对 那男孩的妈妈是他 男孩的爸爸肯定就是他的丈夫 今天出差回来 给他炖个牛肉 问题问的是女的 为什么要做牛肉 是不是很明显的呀 这个答案 今天出差回来 所以也给他炖个牛肉 那题目 看 第一 牛肉味道很香 问的是女的 为什么炖牛肉 对不对 那理由是这个吗 肯定不是 对不对 B说是儿子出差 出差回来 肯定不对 C 丈夫出差回来 刚刚这里说了 是不是 你爸今天出差回来 就是这个女的的丈夫 所以这个其实选C D也不对 他最爱吃牛肉 他们说的是 你爱吃牛肉 是男孩和男孩的爸爸 爱吃牛肉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题选的是C 来看第五个吧 女的说 既然你在这儿干得不顺心 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呢 看第五题 有一点难 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些词语 我们可能没有见过 在这儿干得不顺心 不顺心 大家不知道 听说过没有 有点难 是口语里面经常用的词 不顺心就是 不顺利的意思 顺利大家知道吗 是什么意思 比如做事 不顺 不顺 不顺利 干事吧 干事 不顺利 就说明 在干事情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举个例子吧 老师今天出门买东西 本来一个小时就可以买完 但是老师三个小时了都没有买完 因为老师没有买到老师喜欢的东西 比如老师买的是衣服 老师想买一件外套 但是老师没有遇到老师喜欢的 所以三个小时都没有买 那老师今天就是买衣服不顺利 也可以说不顺心 那如果老师去逛街 20分钟就买到了喜欢的衣服 那老师就是买衣服很顺利 或者很顺心 顺心就是这个意思 可能大家听的时候不知道听懂了没有这个词语 那女的说既然你在这干的不顺心 干的不顺心意思就是这个工作不好的意思 对不对 工作不好 或者说不适合这个男的 那么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呢 换个工作 就是不干这一个了 去另外找一个工作来干 女的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男的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我都在这个场里待了大半辈子了 除了这儿不知道还能去哪儿 大半辈子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辈子之前讲过一辈子 这辈子 下辈子对不对 一辈子就是我们这一生 一世 那么大半辈子呢 大半知道吗 比如这是一个线 这里开始 这是一半对不对 这里是一半 那如果这样分呢 这里 就是一大半 这就是大半的意思 那我们比如这一条线 就是这一条线 就是一辈子 一辈子 老师就不写了 那么这里到这里就是 大半辈子了 大家可以理解了吗 大半辈子就是那个意思 再举一个形象一点的例子的话 就是比如有一个老人 一个老人 他是90岁 去世的 90岁去世哦 那么假如他 70岁 或者说60岁的时候 他就可以说他 这大半辈子 大半辈子 就这个意思 大半辈子就是你的人生 已经过了一大半 基本上过了50岁的人 就可以这样说自己了 说自己这大半辈子都怎么怎么样 好的 除了这儿 不知道还能去哪 不知道还能去哪 就是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对不对 那他问的是 男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女的是让他换个工作 对不对 那男的说的是 他除了这儿 不知道还能去哪 那他是什么意思呢 先看 第一个 不想换工作 男的刚刚说的话 他说他除了这儿 不知道能去哪呢 那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再看B 说他很想换工作 是这个意思吗 肯定不对 对不对 因为他都说了 他不知道可以去哪里 B肯定是错的 那C呢 工作很开心 他有提到他工作开心的问题吗 这句子里面没有 对不对 而且女的都说了 你在这儿干得不顺心 这样都不顺心 不顺利了 那他肯定也是不开心的 对不对 再看D 快要退休了 这个有一点混淆 他有说他要退休吗 还没有 对不对 因为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们几岁可以退休 也不知道这个男的现在几岁 所以也不能推测出 这个男的要退休了 对不对 所以第五个 应该选A 他不想换工作 因为他已经呆了大半辈子了 不知道还能去其他什么地方 所以选A 这个男的的意思是 他不想换工作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题 六题 男的说 这件事是小李偷偷告诉我的 你可别说出去 偷偷什么意思啊 我们之前讲过悄悄 对不对 他们的意思很像 下节课我们要讲 他们的区别和联系 偷偷就是我做一件事情 不让其他人知道 小偷大家知道吗 就是Safe 一个Safe 小偷 小偷 偷东西 就是偷偷的拿的 他们要偷东西 是不是 不让这个东西的主人知道 要偷偷的拿走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男的说这件事是小李偷偷告诉我的 就说明小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这个男的 但是没有让其他的人知道 所以他才会说你可别说出去 那女的说 放心吧 我就当不知道 连小李都不说 说明什么呢 这个男的把这件事情告诉这个女的了 而且小李不知道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这个女的了 所以这个女的说 他连小李都不告诉 意思就是他 要继续让小李不知道这个男的 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 那女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女的说 小李已经知道了 这件事情小李知不知道呀 请问大家 他肯定知道 对不对 因为这件事就是小李告诉这个男生的 所以小李肯定是知道的 但是这句话是这个女的的意思吗 他们这里面没有提到 对不对 看B 小李应该告诉他 应该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should 应该告诉他 小李应该告诉吗 肯定不应该对不对 因为小李都是偷偷说出来的 如果应该的话 那小李肯定就不会偷偷的 就直接告诉他们两个了 对不对 看C 小李已经告诉他了 已经告诉他了吗 也没有 因为他说 他就当不知道 连小李都不说 说明他们两个 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小李 就是这个女的知道这件事情的事 小李不知道 对不对 第三个 他谁也不会告诉 告诉 他说放心吧 我就当不知道 我就当不知道 连小李都不说 连 大家注意这个连啊 用得很好 连小李都不说 就说明 除了小李之外的其他人 就更不会说了 更不说了 对不对 马上就下课 大家刷等一下 所以这个第六题选的也是D 就是D哦 看一下 现在已经下课 但是我们刚刚讲完听力 再花两分钟时间 再听一遍这个听力 好不好 大家愿不愿意 可以吗 好的 我们就看着这些课文 再来听一遍 大家就可以更理解一下 是什么意思 第一部分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都半年没回来了 家里肯定脏死了 今天太晚了 到家以后 先休息吧 明天再收拾 男的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看这个第一题 选的是C 对不对 看第二个 二 姑姑 我来帮您拿行李吧 乖孩子 你这么小 哪用得着你啊 姑姑自己能行 女的是什么意思 看女的是什么意思 第二题 选的是D 他说他自己能行 就是自己拿得到的意思 对不对 第三个 三 老爷 您腿脚不好 慢点走 没事 我天天锻炼 身体好着呢 女的觉得老爷怎么样 我觉得他怎么样 腿脚不好 对不对 看第三题 选的是B哦 走路不方便 因为他腿脚不好 这里说了 看第四个 四 妈 您做什么好吃的呢 这么香 你爸今天出差回来 给他炖个牛肉 你不是也最爱吃牛肉吗 女的为什么要做牛肉 为什么做牛肉 看这里说了哦 第四个 选的是C 因为他丈夫出差回来 这里就是答案 第五个 五 既然你在这儿干得不顺心 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呢 我都在这个厂里 待了大半辈子了 除了这儿 不知道还能去哪儿 男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看第五题 全是A 他不想换工作 他自己也说了 不知道还能去哪儿 对不对 他不想也不能换工作 选A 五题 这件事是小李偷偷告诉我的 你可别说出去 放心吧 我就到不知道 连小李都不说 女的是什么意思 女的是什么意思 看 选的是D 他谁也不会告诉 因为他连小李都不说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老师在课程里面 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作业 可能大家 因为上次网络不好 老师没来得及 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作业 待会儿老师会重新布置一次 大家今天回去 记得做一下 在我们下次上课之前 做完提交就可以了 好吗 就跟大家讲一下 那现在就下课吧 拜拜 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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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